歡迎大家收看《財金導航》 我是李明娜 作為電影發燒友的你 有沒有試過一刻羨慕在戲院工作的人 可以天天有免費戲看 好像很他條一樣 但是理想和現實 通常都會有很大的差距 戲院一樣會有特發事件 一樣要面對市場競爭 在戲院工作 尤其做管理層的 其實一點都不輕鬆 現代的戲院管理 不僅鬥設施、鬥顏檢 觀眾入場是享受 一個兩個小時的經歷和體驗 小食部都一樣要做得有聲有色 兩年前我們已經專程派人 去長洲買長洲魚蛋來 我們在戲院賣 顧客永遠時對的 是做服務行業的天條 有時候其實不能收的 客人堅持一定要收的 或者是怎樣的 我們都會去作出一個條證 從前線都後勤 作為戲院的主理人 戲院經理也要一眼關七 我會想要撐一聲 就這樣兩樣安裝 就要等這台炮酵機 溫度至185度 讓它可以倒下去 Ivan和Jig分别是一间软厂 担任董事总经理和CEO 我保持摊到它就不会粘在一块块 这一天他们要走出贩工室 换个围裙 然后走入厨房学做炮糕 做完厨房的工作 之后再出去小食部卖零食 Ivan说今次活动一年两日 目的是想加深公司管理行政阶层 对气院前线工作的了解 令他们在制定整体业务策略时候更贴地 我有很多不同的优惠给客户 例如这张credit card有什么一位 这张会员卡有什么一位 但原来在前线我卖票的时候就了解到 去到那时客人一说的时候 我有十几个制要 处理哪个先 哪个后 其实可能令到我们自己也要再反思一下 简选出一些比较上有效率 有效用的优惠来集中一点去做 可以令到前线的营运上可以简单一点 Ivan做开行政工作 现在要落手落脚招呼客人 难免有些鸡手鸭脚 那这个三格 三格 三格我们的 对了 那就是三格 而负责照顾他们的就是气院经理Kenny 那位女儿 每一间气院的大小事务 由前线同事每天的工作分配 监察票房收入到文书工作都是气院经理的责任 看整个气院的硬件 没有运作正常 查看洗手间 查看影院 会否有些运动 会否有前线 留意要做什么 总之服务 要提到同事 每天都要告诉他们 服务一定很重要 然后譬如说今天有什么promotion 要说小食部 我给一些同事 推动鼓励他们 推动一下他们 每一天就和他们有个互动 不单只要确保自己负责的气院 每个环节运作畅顺 每天气院的收入 特别是票房表现 如果有任何异动 气院经理都要动动脑筋 想办法改善 我们通常都会想起什么promotion推广 向公司反映 公司会否做出一个promotion 去吸引客人人流多些 主要是看客人的种类 我可能6点前 当学生放下来看电影 我们可能6点前 真的要做一些学生promotion 可能6点后人流多 就可能会做会员优位 对人的工作从来都不容易 Kenny说最难忘 是有一次放影戏出现故障 最后播不到一部电影 观众就鼓吵起来 面对这些突发事件 要懂得临场应变 一间影院大部分的人 出带来围住 就是问我怎么办 现在能不能播放 或者是怎么会退钱 首先就是安抚客人的情绪 平息他们的心情 然后再跟他们慢慢作出解释 处理 处理问题 可能会给予補偿客人 甚至是做一个退钱的手续 或者看客人会否继续看电影 或者看另一部电影 也会作出这个适当的安排 Kenny在戏院这一行已经15年 中午会考之后 由一份暑期工开始 之后她虽然找到一份 坐办公室的正职 但她仍然继续在戏院 做兼职服务员 在五年的兼职过程 戏院服务员的不同崗位 她都做过 直至之后 有机会晋升成为戏院主管 于是决定转为全职 全程投入营运戏院的工作 戏院服务员崗位主要有三种 员工会轮流去做 票务员负责卖票和推介客人 参加会员计划 带委员就负责在门口撕票 带客人到座位 在电影播放期间 巡视会否有人倒露 或者吃烟等等 以及擅长之后 即时清洁场地 小食部员工负责烹调食物和卖食 而后勤的放影员 就是负责电影播放 和为维修防影仪器 一般来说 戏院服务员月薪连卖销售 和年终奖金等 大约1万至1万2千元 视乎表现和空缺 最快一年升为主管 之后是助理戏院经理 最高级是戏院经理 人工是1万8千至2万元左右 现时经营戏院 收入比以往多元化 以这间戏院为例 票房占总收入八成 小食部、电影周边产品 和包场服务等利润 占大约两成 想在竞争中突围移出 做管理层都要花心思 在小食方面推陈出身 而他们大约在两年前 就成立了团队 是否现在只有普通的原味和巧克力味 是否有其他呢 我们来后又有莎多啤梨味 原来吃炮菊 是在这间戏院会更好吃的 那这就是一个区别 作为一个软商的董事总经理 Ivan定期会和发行部 和排片部的同事开会 发行部和排片部 可以说是一间戏院的灵魂 发行部是负责买片 观众的口味、电影题材 和演员阵容等 都是他们投资的考虑因素 至于排片部 就是负责电影上映的安排 他们要按照电影的吸引程度 片场和放映尝试 根据观众年龄层 口味等的因素 片排各间戏院 在不同时段 上映什么电影 他们要密切监察 每间戏院的入座率 按照情况 随时作出调整 排片部同事都会做得好事 因为整体上 他就要很快地反应 因为他看到第一天 12点半夜 究竟之前这一天 有多少生意 在哪一部戏 而且他看的时候 不只是看我们自己的戏院 看全广的票房 全广的票房 原来这部戏是可以的 那部戏是不行的 那时候他就会懂得因应去调整 第一天如果我发现 排错了 我们三天之后 就已经可以立即 改了第二部戏 我就不会整个 电影播放的时段 都会受益连 参与排片工作 每日平均要看两部戏 还要跟电影片主沟通 代表公司 和他们商讨 上映期数和长期 以及出席手影礼等等 Ivan说 在这两个部门工作 需要很强的分析能力 和热爱电影才可以胜任 不少大企业都会有 management trainee program 即是行政管理实习生计划 这家软商去年开始 推出这类计划 照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培育他们成为企业的管理人才 Ray和Carina就是在市场推广部 以及戏院前线实习中 他们会受训一年半 期间会在不同部门 包括戏院前线 排片部 市场推广部等工作 之后再决定 留在哪个部门发展 戏院是一个很特别的服务业 因为虽然卖的是一张戏票 但其实观众入场 是享受一个两个小时的 经历和体验 你会看到有些顾客 是对戏院有一个特别的情意结的 这一份与顾客比较多的互动 以及多了人情 在这个行业引导我的地方 戏院这一行 可能有些朋友听到都会说 这一行已经差不多去到尽了 电影 我都觉得不是的 因为我觉得香港人 其实他们都很喜欢看戏 尤其是大片 例如Marvel Hollywood 这些blockbuster 我觉得仍然是很捧场的 但是 大家 也很喜欢看戏 戏院 戏院